哈喽 大家好 现在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推荐超值二手车的这个节目啦 其实在目前市场上的 D-Segment 数量很稀少 而且因为这个定位提升的关系啊 其实我们买得到的 D-Segment 车型其实售价已经很贵了 都是接近 20 万令吉 但是接近这个 20 万令吉你是不是有别的选择呢? 在今天我们就推荐给你一个特别的选择 也就是这一个 Pre-ON 的 BMW G20 320i 因为这款车在 Pre-ON 的售价只需要 21 万令吉左右 和这个新的 D-Segment 差不多 究竟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这款车呢? 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会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这个 320i 有什么值得买的地方 一般上来说买二手车会有风险啦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前任车主会去怎样摧残那台车 可是呢这个 BMW 的 Pre-ON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有去验证过那台车 有去过剪裁过那台车 所以车子的状态基本上都是完好的 因此这个是值得推荐的地方 这个不是业配啊 G20 的 320i 是在去年的年末进军某国市场的 这款车呢并不是 CBO 而是直接 CKD 所以它的售价非常有竞争力 一开始这个 G20 320i 的售价是 243,800 令吉 可是现在呢你这个 Pre-ON 找得到的价钱只需要 21 万令吉而已 只是一年的车零 它就让你节省了 3 万多令吉 其实非常的划算啊 其实在外观的设计上面 这个 320i 跟 330i 相差的就是 M Sport 的空力套件 我们的这个 320i 是 Luxury Lite 所以它的这个空力套件会比较温文尔雅一点 没有那么的运动化 可是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设计 因为像我一样斯文嘛 外观上这个 320i 该有的都有 例如说全 LED 头灯组 还有全 LED 的尾灯 看起来这台车完全不阳春 如果你是喜欢改车的话 你还可以为它增加一些空力套件 让它的帅气度更加爆表 至于内装方面呢 这个 320i 和 330i 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啦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这个数位化仪表 这个 330i 它采用的是这个 iDrive 7.0 的数位化仪表 设计非常的好看 可是在这个 320i 或许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所以它用了类似像上世代这样的数位化仪表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去小看它喔 因为呢 这个数位化仪表只有马来西亚的 320i 你在欧洲买到这台车 它给你的可能还是传统的指针仪表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BMW Malaysia 在不久前刚刚发布了一个 320i 的升级版 在这个升级版上面 增加了一些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这个车道偏移警示系统 车道偏移辅助系统 还有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 320i 的安全配备提升的关系 导致这个 Pre-On 的 320i 售价如此的便宜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不在意啦 毕竟便宜的宝马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卖点了 引擎方面这个 320i 搭载的依旧是 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它的主要对标对手就是隔壁家的 Mercedes-Benz C200 可是之前的 C200 是搭载这个 1.5 的涡轮引擎 现在才刚刚升级到 2.0 所以当时在动力来讲这个 320i 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是 184 HP 峰值扭力 300 纽顿米 0-100 的加速只需要 7.1 秒 搭配的是 8 速的自排变速箱 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 B48 引擎 应该已经有很多改装的心得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 184 HP 的动力不够用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去 Remap 它 获得更强的动力 但是如果你买这台车只是为了一般的代步需求等等 就建议你不要改啦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这一次推荐这款车的 最大重点 我们之所以推荐这个 G23 20i Pre-on 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它有 5 年 Free Service 这个是 BMW Malaysia 所推出的一个政策啦 当然这个 Free Service 会有一定的条规需要遵守 但是很多情况下 像是这个 引擎油等等 其实在 Free Service 的这一个 阶段内 它都是免费的哦 虽然说这台车是 Pre-on 但是它也是 2019 年所主车的 所以呢 其实它严格来讲还有 4 年的 Free Service 哦 21 万的售价 4 年的 Free Service 你说这台车是不是很划算呢 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 只是我暂时还买不起啦 所以我就没有去看车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这个预算大概是在 20 万或者是 21 万年级左右 我其实相当推荐你去看这台车啦 毕竟车架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还有 Free Service 这个最大的卖点 而且重点是它是 B&W Pre-on 所认证的车款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买到有问题的二手车 这个 G20 3CN 呢 因为采用了 B&W 家族 最新的 CLLR 平台打造 所以呢它车身轻的 重心低了 而且安全性更高 操控表现也更好 导致了这个 G20 3 系列的操控表现等等 完全超越了上一代的 F30 而且这个 B48 引擎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调校 其实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它已经做到了把这个 Turbo Lake 降到最低 然后变速这样的反应也相当迅速 其实这台车啊 我在国外也好 在马来西亚也好 也驾过几次了 我个人其实是这个 G20 3 系列的粉丝啦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台车 但是呢这台车其实也不是没有缺点啦 它的缺点像是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车款啦 所以它的后座空间呢 有一个传动轴占掉的这个空间 导致后座的空间并不是太理想 如果今天你买这台车是以家庭为用途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满足不到你 我觉得如果你对空间有要求的话 你还是看回一般的认同 D-Segment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老板 你想要享受一下开大车的话 那么这个三子系列呢 就是绝对值得考虑的一款车啦 还有的一点就是呢 作为一个 售价超过20万的豪华品牌 这个 BMW 320i 它的安全配备 说实在话 还是阳存的一点 在还没有升级之前的 320i 呢 它只有基本的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循机系统 还有这个六气囊而已 那么我们看看隔壁家的 C200 呢 它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些像是 自动紧急刹车啊 前方撞击易警等等种类的先进安全配备 虽然说这个 320i 呢 在动力表现呢是稍微 优秀于这个 C200 的 但是安全配备呢就相反了 是 C200 比较好一些 所以怎么拿捏就看你怎么去选择 但是呢你不抹的话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要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 超值二手车推荐的影片啦 接下来呢我们会寻找更多 超值的二手车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们对这个超值二手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会带来一台很帅气的 豪华鲜辈车推荐 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兴趣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你们按赞越多 订阅越多 留言越多 才是我们做影片的动力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